南投县体育会篮球委员会 日前举办篮球委员会主任交接仪式 在体育会理事长罗鱼欣的见证之下 前任主委张秦瑞与接任主委彭志杰交接应信 完成主委交接 之前你那篮球活动 其实要越来越热烈 那我们也相信那个 为了那个彭主委接任之后呢 我们篮球活动也会越来越好 张秦瑞前主委这几年 对我们南投县篮球发展 尽得很大的心力 未来我们篮球委员会 会来慢慢的办起我们的夏令林篮球比赛 演习 让更多人去参与篮球这项活动 让他们在球场上找到成就感 前体育会理事长罗鱼欣 感谢张前主委这几年来 对于县内篮球运动的推广 也期许新任彭主委 能够持续的推广篮球运动 帮助县内篮球运动发展 要谢谢他在这四年来 篮球的体育最艰难的时候 然后愿意接下这个重责大任来承担 那也希望我们即将上任的 同志姐同代表 也能继续接受这个重责大任 将篮球推向另外一个高峰 县内篮球运动都漸漸都起来了 我这里要来拜托所有的团队委员会 尤其是内篮球是在国际上看的地位 这里要拜托我们彭主任的人 用尽心尽力为内篮球来付出 南岛有彭志姐主委是你的福气 县远戴士圈林亭丽以及黄世芳 也到场祝贺普里真名代表彭志杰 接任篮球委员会主委职务 也期许未来篮头县篮球运动 在彭主委的带领之下能够发展得更好 在这里也恭喜我们彭志杰 彭代表来当選我们这次的团队主委 也希望在他的代表资格会让我们南岛的团队 会越来越好 今天来参与这个协会 那其实我也非常的开心 希望日后呢有庭力需要协助的地方 庭力也会不予力的一起来推动我们仁爱乡的篮球 或者是我们南投县的篮球 希望能够能够再得到更好的成绩 期许他接任以后 能为我们南投县的篮球再创佳基 也可以培育我们信心学子 有兴趣来打篮球的 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县体育会荣誉理事长副一长潘一圈 感谢篮球委员会卸任主委张秦瑞 十年来对于篮球运动推广的用心 也期许接任的彭志杰主委 能够延续张主委篮球运动推广工作 培养更多优秀的篮球选手 为南投县争取更多的荣誉 记者陈唯一普里珍采访报道